在过去的几年中,哈里王子和梅根成为了备受瞩目的夫妻,他们的婚礼吸引了全球的目光,然而,他们的决定退出英国王室令人震惊。 这一事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猜测,尤其是关于他们的关系和动机。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恋母情节是心理学上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一个男性对母亲的过度依赖和情感依恋。 关于哈里王子是否存在这样的情节,观点众说纷纭。 一方面,支持这一论点的人认为,哈里王子在童年时期经历了母亲戴安娜王妃的早逝,这给他带来了巨大的伤痛和心理创伤。 他一直在寻找母亲的替代品,渴望得到母爱的滋养和安慰。 这种情感的缺失可能导致他对女性的特殊依恋,包括对梅根的吸引。 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这种说法过于简化和片面。 他们指出,哈里王子的行为可以被解释为对他母亲的纪念和追思,并非必然表示恋母情节。 这种观点认为,哈里与梅根的关系更多的是基于共同的理念和情感连接,而非单纯的依恋。 安吉拉·莱文是一位心理学家和作家,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认为梅根对哈里王子的影响不可低估。 根据他的分析,梅根的出现在哈里的生活中填补了母爱的空缺,并为他提供了情感上的支持和安慰。 莱文指出,梅根表现出了关切和温暖,这与哈里对母亲的记忆和渴望产生了共鸣。 他的存在使得哈里感到被理解和接纳,从而进一步加深了他与梅根的情感纽带。 莱文认为,梅根的影响对哈里的决策和行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包括他们退出王室的决定。 回顾哈里王子与梅根的关系发展,可以发现他们的相识和相爱并不平凡。 他们于2016年相识,并在2017年宣布订婚。 婚礼仪式成为全球焦点,人们对这对跨国、跨文化婚姻的未来充满期待。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哈里王子和梅根在英国王室的生活面临巨大的压力和媒体关注。 这对夫妻对于媒体的不公待遇感到愤怒和失望, 他们对自己和儿子的隐私权感到担忧。 最终,在2020年初,他们宣布决定退出王室,寻求更自主的生活方式。 这一决定引起了轩然大波,成为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 哈里王子和梅根与英国王室进行了艰难而复杂的谈判, 最终达成了一项协议,使他们能够保留一些王室职务,但不再代表女王行事。 随后,他们搬到了加拿大,并在2020年底定居在美国。 他们的退出王室决定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和讨论。 有些人支持他们的选择,认为他们应该有自主权和隐私权, 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 然而,也有人批评他们的决定,并认为他们背离了王室的责任和传统。 总的来说,哈里王子和梅根的决定退出王室是一个复杂而多维的问题。 他们的关系发展和个人经历在这一决定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们将进一步探索梅根在哈里王子退出王室中的角色, 并对他们的未来展望进行讨论。 另外,有人披露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细节, 即梅根在某个场合穿着一条蓝色裙子, 这被认为是迎合了哈里王子对母亲戴安娜王妃的喜好。 这一发现引发了广泛的猜测和讨论, 认为梅根巧妙地利用了哈里的恋母情节来吸引和俘获她的真心。 哈里王子与母亲戴安娜王妃的关系一直备受关注。 在童年时期,哈里经历了母亲的离世, 这对她造成了巨大的创伤。 她与母亲的特殊关系和对她的深深依恋成为了她日后行为和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 哈里与母亲的依恋可以被解读为一种恋母情节。 她可能在潜意识中渴望得到母爱的滋养和安慰, 因此对梅根这样与母亲戴安娜有相似特质的女性产生了特殊的吸引力。 梅根穿着蓝裙子的细节, 引发了人们对梅根如何利用哈里的恋母情节来吸引和俘获她的真心的思考。 通过迎合哈里对母亲的喜好, 梅根创造了一种情感共鸣和亲近感。 她可能意识到哈里对母亲的特殊情感, 并巧妙地运用这一钮带来赢得她的信任和深情。 梅根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与哈里的母亲产生了共鸣, 这加深了他们之间的情感联系。 她可能通过与哈里母亲的共性来获得她的认同和亲近感。 哈里的恋母情节和对母亲的依恋使得她对梅根产生了特殊的情感吸引力。 梅根可能利用这一心理弱点来影响哈里的决策, 让她更容易接受她的建议和观点, 以及在他们的关系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哈里王子的恋母情节在与梅根的关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梅根巧妙地利用了哈里对母亲的依恋, 通过迎合她的喜好和与母亲的共性, 吸引和俘获了哈里的真心。 这种影响使得他们的关系更加牢固和紧密。 梅根在哈里王子退出王室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她的存在和影响加速了哈里对王室生活的疏离和决定离开。 她对哈里的理解和支持使得她更加坚定地走上了自己的道路。 对于哈里王子和梅根未来的展望, 仍然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 然而,可以预见的是, 他们将继续在各自的事业和慈善事业中发光发热。 他们的关系可能会面临各种挑战, 但梅根对哈里的影响力和他们之间的情感纽带将继续发挥作用, 为他们的未来铺平道路。 总的来说, 哈里王子的恋母情节和梅根的影响在他们的关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梅根巧妙地利用了这一心理特点吸引和俘获了哈里的真心, 并在他们的决策和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们的未来充满了挑战和机遇, 但他们的关系将继续为彼此带来支持和成长。 而另外的一则爆料是, 梅根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 名叫小托马斯。 这位托马斯比梅根大了整整14岁, 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距让他们的关系显得有些特殊。 太过于物质化, 永远得不到满足, 这是梅根哥哥给他的定义。 从小到大, 梅根一直梦想着成为公主, 成为王妃的计划也一直在他的心中, 他对皇室的浪漫故事和华丽生活充满了向往。 然而, 在梅根和哈里结婚之前, 他的哥哥托马斯却公开发表了一番言论, 声称梅根嫁入王室之后一定会鸡犬不宁。 这样的话语让人难以置信, 毕竟他们是亲兄妹, 难道之间有什么重大的过节吗? 梅根与托马斯之间的家庭纷争引人关注。 作为兄妹, 他们之间应该有着亲密的关系, 但托马斯公开质疑梅根的动机和意图, 这让人难以想象。 这种家庭纷争的背后, 一定隐藏着一些重大过节和不解之谜。 当时, 梅根哥哥的断言 并没有得到太多人的相信, 大家都认为他只是出于嫉妒或者是无理取闹。 然而, 现在看来, 或许他早已看穿了梅根嫁入王室后的一切。 梅根和哈里的婚礼刚刚结束, 他们的爱情故事成为了全球主目的焦点。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些问题开始浮出水面。 梅根在皇室中的地位和角色 并不如他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他面临着来自媒体和公众的巨大压力。 托马斯的预言似乎成为了现实。 他曾经声称梅根嫁入王室后会鸡犬不宁, 梅根不仅要应对媒体的无休止的追逐, 还要面对来自皇室内部的压力和规矩。 他的生活变得异常复杂, 他的每一个举动都受到了无数人的关注和评论。 在他42岁生日的那一天, 既没有收到王室的祝福, 也没有来自娘家人的祝福。 相反, 他却被自己的哥哥托马斯公开发布的一段视频 狠狠扇了一记耳光。 在这段视频中, 托马斯对梅根进行了激烈的抨击, 他责问梅根多年来为何没有关心病重的父亲。 这个消息让人们震惊不已。 作为一个哥哥, 托马斯竟然对自己的妹妹如此狠心, 公开指责他的行为令人难以理解。 他甚至还当众阅读了梅根和哈里《自导自演》的自传, 并对其进行了歪曲解读, 将纪录片描绘为丑化王室的行为。 这样的举动简直令人咋舌。 梅根与他的家人的关系一直都非常紧张, 与王室的关系也逐渐疏远, 形同陌路。 他的家人对他没有任何利用价值, 而王室对他的利用价值却是无限大。 梅根似乎不惜一切地 想要抓住王室的权利, 即使这意味着他要与王室对抗。 然而, 王室对他的厌恶已经到了极点, 他们对他的行为感到厌倦, 但这并没能阻止他继续碰瓷。 据说梅根和他的哥哥已经有十多年没有说过话了, 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11年。 这样的关系让人不禁感叹, 亲情的纽带竟然可以如此脆弱。 梅根和托马斯之间的矛盾和过节, 恐怕只有他们自己才能真正理解。 或许, 这种家庭纷争对梅根的心理和情感也造成了一定的伤害。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同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